欢迎我们关心东台湾大小事 我是陈秀卿 今天我们要来探索的是一位牙医师林一超的故事 林一超医师是彰化县园林乡第一位考上台北建国中学的学生 后来在园林开业牙医诊所 2005年举家搬迁到花莲继续开业行医 而不一样的是在这里成为东部地位接下牙医道宅服务的医生 同时从花莲出发到全世界各地进行议诊 林一超医师把自己的生命故事跟议诊的点点滴滴出版一本书叫做 从后山走向世界拐杖牙医林一超 这本书也荣获周大观文教基金会第25届的全球热爱生命奖章 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林一超医师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林一超你好 大家好 是林一师您的这本书叫做从后山走向世界拐杖牙医 林一超为什么是拐杖牙医 拐杖牙医就是本身是一个小麻痹患者 从小就穿一只在走路 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拿拐杖 大概在我44岁那一年我去爬玉山 不小心摔倒了 那骨折 把医生建议撑了一只拐杖来走路 有时候需要走比较远的路 或者到国外旅行 或者比较艰困的地区 那我最会拿两只拐杖 哇您的生命的历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您在书里面有提到许多的成长历程 那但是呢 每一样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就像您的名字一样 似乎是轻而易举的超越自我 那到现在为止 年轻60岁 那您觉得最难的关卡会是哪一段呢 结婚有了小孩三个小孩以后 本来以为可以平安顺利的 在我们的故乡园林 就这样子开业 那后来因为大女儿 因为生病的关系 所以我们想要转换一个生活环境 所以那一两年是 我觉得我生命中最难过的一两年 就是我们要转换我们的生活环境 最后我们是选择移民到花莲 那花莲跟园林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西部的生活环境 其实不管从台北到高雄 几乎都很类似 就是城市非常的热闹 车很多 摩托车很多 那道路很拥挤 那花莲一直是 我们在岛内旅游的时候 一直觉得很特别惊艳的一个地方 因为花莲的天空是那么的蓝 那空气是那么的新鲜 而且来到这边觉得 道路是这么宽广 而且最重要有美丽的大海 非常威尔高雄的那个山脉 感觉到来到花莲就特别的舒服 特别的放松 是 林医师在您的生命故事当中 那您的生命故事获得第25届的全球热爱生命奖章 真的是实至名归 那我们看到了您克服自己的障碍 那也帮助很多人跟陪伴很多人解决生命的难题 那您是如何做到的 这我真的是很侥幸 也很感谢周大观文教基金会愿意这样的 用这样的生命奖章的来鼓励我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我做的事情其实是微不足道 从我懂事我就是一个小麻痹的患者 能够侥幸的存活下来也是一个神的恩典 那我自己是常常勉励自己说我要跟正常人一样 我从小就不喜欢有特殊的待遇 一直要求自己就是说要做得比别人好 一直逼使我自己就是尽量的在每一样事情 不管是课业或工作上 我都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是你在大学的时候担任了很多社团的这个社长 很活跃在这个大学生活当中 那您你是如何展现出您的那种生命的活力 在这个大学当中 我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特别着迷在社团 很多人都觉得我不像一个身心障碍患者 我跟别人交往 我也是尽量用自己是一个正常人的心态 不自卑不自傲 然后用一个积极乐观 亲善的态度去跟别人交往 所以呢很多学弟妹会觉得 这个学长很特别的亲切 我做事情又是比较属于鸡婆型 我比较讲效率 所以我很多事情都是比较主动比较积极 所以我的朋友圈就慢慢的扩大 是是我们谈到疫诊都会想到是外科医生 那您是牙医师 为什么会想到要走出去 不只是在东部守卫牙医到宅服务 而且还是全世界去走偷偷去疫诊 什么样的动机跟因缘 你会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是非常多年的在一直执行 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停止 首先我考上高雄医学院牙医学系 在那个年代其实算是考得不好 当然现在牙科变成很多人羡慕的一个科系 分数水转船高 我刚考进牙科的时候 我是想要重考 因为我觉得他不像一般的正式的医生 等到高年级的时候 学校有开始有所谓的那个暑期 或者寒假的假期服务队 那我就会主动去报名参加这个服务队 那我从在参加服务队里面 我就得到很多的成就感 我慢慢就开始对这个医疗 或特别是牙科 可以去帮助一些偏远地区 贫困地区的人民这样的一个事情 得到这么大的成就感跟喜乐 我就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就引起我的兴趣 所以我就从大学时代以后 我就积极参与这种社会服务性的社团 那等到我毕业以后 我跟十几位的好朋友 我们在民国84年 我们就成立一个叫做CCDS 中华牙医服务团 有计划的展开国内外的议诊的工作 所以那个时候在国内是到哪些地方去 我们刚开始在国内 那时候全民健保还没开放的时候 我们是去兰宇跟绿岛这两个地方 坐小飞机到兰宇跟绿岛 印象中在民国84年3月 我们的连战当任当时的行政院的院长 开办全民健保之后 我们的服务团就面临一个转型的一个要求 大家都有全民健保 那没有所谓的议诊 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要怎么样转型 那后来我们有在兰宇成立一个卫生室 牙科的卫生室 是由我们这几个朋友捐资成立的 那我们有定期派医师在那边助诊 绿岛因为规模比较小 所以我们就采取定期议诊的方式 是 好那我知道说您到国外去议诊 那在国外的议诊呢 你也担任了外科医生的角色 对不对 那处理 帮忙处理这些伤口问题 您是如何做到的 我其实在海外议诊 有很多有趣的经验 我首先说 我为什么这么着迷 一直参加这个海外议诊 就是我发觉我们去海外议诊 得到的那个精神上的满足跟喜乐 会远比我在国内 在自己诊所工作得到的还要多 我们去海外议诊 通常是自己要付机票付旅费 甚至我们要捐献一些物资金钱 给当地的民众 那去帮助人家得到的快乐 其实是没办法去形容 那份喜乐的感觉 我们当然本身是以牙医的服务为主 但是偶尔会遇到一些非牙医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考验我们的决心 因为民众真的求医很困难 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也在设备工具有限情况下 我们凭着我们有的医学知识 也来帮助当地的民众 后来我们服务团的规模就慢慢扩大 也就不仅限于牙医的服务 我们会邀请西医 包括一些妇产科 儿科 或者是身心科 中医 都慢慢加入到我们这个 疫诊团的队伍里面来 是 林医师在东部是第一位 到宅服务的这个牙医师 那您为什么会做这一件的事情 而且我们知道说 您的这个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然后背负的三四十公斤的这些的器材 您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然后到宅服务 为哪一些人服务呢 哪一些人没有办法到牙医诊所来就诊的 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 本身是我们花莲县牙医师工会的理事 那有一次开理建市会议的时候 那理事长就面有仇舍 丑容跟我们说健保局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也说我们这个道宅医疗 预算编列了那么多年 结果我们花莲的牙医师都没有执行 执行率是零 那怎么样突破这个零的窘境 希望大家及时广益 我那时候突然就应该想说 我常常去国外疫诊 那国外疫诊的条件通常很差 没水没电 甚至也没有治疗仪 那我们在那么刻苦的环境下 我们都可以帮耐当地的居民疫诊 那这个我想道宅医疗 就在我们自己花莲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试试看 我是抱着尝试的心理 而且我心里想说 如果我都可以做 那是不是代表我们花莲 其他的牙医师都可以一起来参与 所以我一开始我是抱着 就是抛转引玉示范的一个心态 来做这个道宅医疗 在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段的生命故事 那请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从后山走向世界 拐杖牙医林医抄 这本书您是如何来编排的 那怎么样来诉说您的生命故事 这本书源起大概就2019年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找到我的时候 就希望颁一个奖章给我 他希望我写一本书 把自己的成长过程 跟做道宅医疗的这个心路历程 分享给这些年轻的医学生们 所以一开始我们锁定 是要给年轻的医学院的学生看 所以我就开始思索 就是说把我成长的过程 读牙医的一个心路历程 把它分享出来 从怎么样以想要转系 不要当想尽办法逃避当牙医 到最后慢慢的认同牙医这个行业 到最后用牙医来做海外的 抑诊的效果 就是让能够更多人知道 很多弱势族群身心障碍的这些病人 他们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牙医 健康方面的需求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本书 能够来影响更多年轻的牙医师 后进们能够跟上来到偏乡 以及把焦点摆在这些弱势族群的 牙医健康需要上面 是 那这本书呢也刚刚出版问世 那你希望说我们年轻的牙医师 能够看这本书 那除此之外 你还希望说可以有其他的人 一起来阅读这本书 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启发呢 启发我是不敢 那我想这本书纯粹就是我 我回馈我自己的成长过程 然后我从事一个牙医的海外服务团 然后一直到道宅医疗 或者到黎敏教育院 做身心障碍族群的特殊医疗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就是实践一个 我成为一个医者 最初的心智 帮助病人解决他的病痛 我想这本书里面 除了不断的回想这个过程 就是说 我从医疗到快40年的时间 我一直坚持 我们的初衷就是能够服务病人 解决他的病痛 另外一个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我因为我自己有三个孩子 我一路上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 出于做一个好爸爸 我自己以为我自己是一个好的爸爸 可是事实上 从我孩子的回馈里面 他们认为我是跟我 他的阿公就是我的爸爸 是同一个年代的一个爸爸 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挫折 所以后来 我觉得我来花莲有一个很大的课题 就是重新学习做一个好爸爸 所以我成立了一个 我们跟几个好朋友们 教会的好朋友们都成立 大概在十年前成立一个 这个所谓的花莲县爸爸爱家协会 是 那我们努力的推广 所谓爸爸学校的课程 是 所以林医师您这样子散发出 自己的光与热 那您怎么样来照顾你自己呢 感谢主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上帝 怜悯的关系 我本身因为身心障碍 我并没有很多的时间 还有加上我的工作很忙碌 先前几年 我还会靠这个游泳爬山来运动 那后来因为这个 还有我也喜欢骑脚踏车 那因为后来 我是因为职业病的关系 我的左手跟右手的碗隧道 神经压迫的问题 所以我的双手都会马 那这个很困扰我 那后来我就去开刀 把这个韧带切除 那医生要求我不可以再过度的使用 手部的力量 所以后来我就比较没有骑脚踏车跟爬山 偶尔去游游泳 或者陪老婆散步 其实我真的运动的量还是不够 所以这几年体重还增加不少 是 我们知道说您现在还继续在推议诊 所以这份工作 那现在已经年近60 体力上是不是有一点点的 比较衰退一点点 那在疫诊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体力衰退是一定会有的 那就是靠意志力来支持 那通常去疫诊的地点 通常条件不会太好 我们疫诊的工作量非常大 我们有看不完的患者 所以我需要好的睡眠 我在尼泊的时候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们一群人去到一个小房子 都用稻草堆 跟睡袋垫着我们一起睡 有一个生心科朋友就递给我 那个Steelnox 然后开始发现我这个要吃了 就一觉到天亮 效果特别好 哇 精神饱满 那我曾经想要慢慢的 把这个坏习惯把它戒掉 但是我每次如果要出去海外服务 或者说转换地点 我就开始有压力 所以我就需要借用这样的药物 来帮助我有好的睡眠 我想每一个人都在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那林一超医师的生命故事 每一段都充满了力道 而这份力道来自于许多的博爱精神 还有慈悲的愿力 今天非常谢谢林医师的分享 也推荐这一本 有深度有内涵 还有大爱关怀的书 从后山走向世界 拐杖牙医林一超 谢谢林医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鼓励 我会继续努 谢谢